Yo what's up 今天這位來賓就是我們的 地方搖滾老爸 堅毅哥 大家好 我是刺刑師 刺刑師確定 沒有啦我是髮型做頭髮 做頭髮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說蠻好奇 為什麼我會把你取名 搖滾老爸 因為可能以你的打扮 還有據我所知你個人是有在 玩樂團 那是小時候是啦 所以我就把你取名為地方搖滾老爸 只有我嗎 我是把你取名地方搖滾老爸 建議哥這樣可以 可以啊當然可以 還好啦對於那種slogan抬頭 都ok啦還會改啊 我們年紀都一直在改對不對 slogan還是會改啊 不然你以前叫什麼 暴走小子 沒有啊我看起來很暴走嗎 蠻暴走的 以你今天這身打扮的 AKA暴走兄弟 沒有力啦這要試啊ok 沒有其實今天蠻榮幸的 因為是第一集啊 也是第一次我 因為之前是錄podcast嘛 都只有音檔的部分 然後今天你看我們現場其實 架了三台很專業的 攝影機 沒錯 但我很榮幸第一次有影像 就可以邀請到算 蠻有流量的 明星美髮師 普通普通普通 不會吧我看那個IG 尊重量ok啊 所以就想說可以借這個機會 蹭一下 你就蹭一下對不對 好說好說 我覺得流量這個東西 還好啦 會嗎 你現在到這個年紀你也很care 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你是沒有真的說 從以前到現在 沒有很刻意去經營這個東西 有欸 有 以前會啊 小時候我是個沒有自信心的人 就是會很害羞 以你的裝扮啊 跟你的外表 很難會讓人家聯想到說 聯想到 你曾經可能也是一個 沒有自信的小夥子 嗯 扯到小時候 我是小時候 我爸是做八大的 然後我媽是家庭主婦 我爸比較愛玩啦 然後不喜歡尋規道局 他以前有開過西裝店 那就可能覺得賺太慢了 然後可能喜歡去跑酒店 然後就弄酒店這樣 弄酒店又弄卡拉OK 然後又弄什麼六合彩 都講了 沒差啊 那小時候上一代的事情 然後導致呢 他陪我們時間非常少 第一他愛玩 第二他愛錢 第三他愛女人 OK 那 提外話 爸的底都起語了 都講完了 OK 那 呃 他陪我們時間就很少 所以我從小到大就是沒有父愛 就是媽媽在帶我跟妹妹 我還有個妹妹 嗯 所以小時候呢 媽媽就是會什麼都幫我們打理好 那爸爸就是負責給錢的這件事情 那 欸 基本上要什麼就有什麼 可是 就是比較那種傳統的 雖然還可以 傳統的那種家庭嘛 就是 傳統 爸爸說我就是有拿錢回來啦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玩他的嘛 反正有付錢嘛 有付費的啦 哈哈哈哈 那 知道爸媽禮異之後 就會比較偏差 那以前要什麼就有什麼 可是在學校 在人際關係相處上面 因為小 在家庭環境裡面是 想要什麼就會給予什麼 所以 如果當你被拒絕 或被say no的時候 你會 不知道怎麼樣面對這一切 喔 我能理解這個 所以以前小時候 在學校是被排擠的 真的假的 我還被霸凌欸 就是 國中的時候 可是小時候 可是我那個很帥 就是國小然後 全校第一個有那種 以前還沒有Game Boy 現在可能 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Game Boy 現在可能知道 PSP Vita 我之前是Switch 什麼Switch 對嗎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是SEGA 對 SEGA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把那個卡帶的啦 後一片的 我還記得是二郎傳說 超重一台 電池一次要吃八顆還是四顆 那種 四號電池 然後呢 全校第一個有 然後卡夾什麼都有 滿滿的 然後全校 我就帶去學校炫耀 那時候不知道怎麼交朋友 那時候只會打那個遊戲機 下課打遊戲機 看到女生 喜歡的女生也不敢講 反正都什麼都不敢 然後就看其他人會圍過來說 哇你這個好帥 可以借我玩嗎 我就借他玩 我覺得這樣我們就是朋友了 所以 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說話 那 也很容易講錯話 怕別人討厭我 所以就一直一直要做一些事情 是別人可能會覺得 認同你的 或者是你有好處 所以接近你這件事情 所以一直去 可是家裡能支付我的 就是不斷的給我這些 我想要的東西 他沒有給我 對就是物質 國小 對啊 然後直到小時候 真的第一次被霸凌之後 才開始發現說 欸 我這樣講那麼低朋友OK OK啊 以前我每個 以前的國小呢 是讀 禮拜六是讀半天的 稍久了喔 我今年年紀也不小 對 現在是週休二日嘛 對 然後禮拜六讀半天 然後之後 因為平常我們沒有跟爸爸住一起 禮拜六下午 媽媽就會專程來接我們 然後去爸爸的酒店 然後爸爸就會 開個VIP的那個 包廂 包廂 反正就是會有一些 他的 員工 好啦 可能穿黑衣服的員工 然後帶我們去包廂裡面 然後他就會拿大疊 現金喔 我爸這個人就是不能折那個錢 他就是那種帥帥的那樣 有強迫症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就放一整個 給我媽這樣 欸這個禮拜的收費這樣 他就講台語 我爸很 你爸這麼gain喔 你知道接地氣嗎 就很gain啊 我小時候覺得他很帥 他講話超大聲的 不是因為 臭屁或幹嘛 因為他在那種環境太吵了 所以他耳朵不是很好 習慣了 我跟你講 都講台語 講國語會被罵 真的假的 對 反正小時候被欺負 第一次人生被欺負 我們就帶過獎 然後 每次到禮拜六下 下午放學的時候 我媽就帶我們去跟我爸吃飯 然後我爸就說 阿好阿那 就學校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 喔 最近被同學欺負 他說阿女兒阿女兒 我說 男生 他說阿你不能說台語 你多姓 就是字種很傳統 他在台南高雄 對 然後就是 我就跟他講 他說 你要搞清楚喔 他是用台語講 如果是男生這種事情的話 你就自己處理 你看要怎麼處理 如果真的要打 不要 如果打輸了就不要說是我兒子 我媽就說你怎麼這樣子教小孩 然後我就想 靠 那個欺負我那個比我壯 開玩笑你知道嗎 就這種胖虎 臭胖虎 之類的 OK 就是這種之類的 然後 我就是想來想去 覺得這樣老師被欺負 其實說小欺負啦 可是心裡面就會記著 因為第一 沒有什麼 真的朋友或是什麼的 也沒有辦法讓他交心 也會講錯話什麼 也不敢講 怕講錯 怕做不好 現在很多人一定也是這樣 然後就想到一個點 就是把我這台 Gameboy Segar 他們說Segar 送給我們班最後一排最後一位同學 最壞的 比較老耶 坐在六四桶旁邊那個 我擋到其他人嘛 他說欸那 你可不可以就是 照我 這台送你 他說你喜歡我嗎 他說我不要吧 我爸爸說不可以 之類的 你就幫我 你只要幫我一個忙就好 他說什麼忙你說啊 我說幫我架住那個同學 對啊 我要給他顏色巧巧之類的 之類的 他說最遲我們就不說了 然後他說不可以 我爸爸說不可以打架 我說沒有打架 你幫我抓住他 我這台送你 所以卡片都送你 卡夾都送你這樣 他堵一口氣 因為我爸說我不能輸 但是 我打不過 我也沒有 我只是給他顏色巧巧而已 警告啊 警告他 聰明一點 罩子放亮一點 然後他就幫我 下課就架著他 趕快剛剛很緊張這樣 我就揍他 然後他就從樓梯那邊滾下去 他從樓梯那邊滾下去 對 被揍那個 他有怎樣嗎 就是 頭破血肉 沒有啊 沒有啊 斷掉了嗎 這麼兇喔 之類的啦 然後就覺得 幹 怎麼那麼嚴重 嚇都嚇死了 結果發現 就是有點 心裡有點 爽 爽 就是有宣洩出來的感覺 對 但是 就是 就天使跟魔鬼在拉扯了啦 對 然後就到訓導出去 然後就把 就 幫我架著那個同學的爸爸 就一直罵他 嗯 然後 被揍的那個同學 那個媽媽就說 你罵我媽 你怎麼教小孩的啊 然後就我跪在那裡這樣 跟我心裡是缺席 然後我媽就跟他道歉這樣 嗯 然後 那個什麼 幫我架著那個同學的爸爸 原住民那種 然後就說 欸 怎麼可以拿那個東西還人家 看 我SEGA要回到我桌上 之類的 就開始用這種方式 偏差的方式覺得說 你必須要比別人兇 或者是用一些方法 去獲得 別人的關注 我前段時間聽到一句話 我覺得也應驗這個東西 現在這個美髮市場 不要說美髮市場 各種 你知道在經營網路這一塊 有一句話叫做 所有的成功 都是一場 精心策劃的預謀 嗯 好附黑喔 也還好啊 但是真的是這樣子的 懂我 那小時候就偏差了 直到一直都很叛逆 做了很多事情 嗯 對啊 然後 真正做美髮 欸 你是不是還有很多主題沒有問 沒關係啊 真的啊 這個是 至少也是讓 我覺得在讓 不管是聽眾或觀眾 重新認識你這個 我覺得小時候 對 太壞也偏差 我覺得也不怪我的家人 嗯 我覺得是自己要去領悟的 小時候你也許你不敢 你做了很多事情 你覺得遺憾 欸 很多事情沒有做遺憾 我覺得人生 很多的遺憾 跟做了後悔 我會選擇 後悔 至少做了 懂懂懂 結果 結局也許 不是我要的 但是至少我做 我沒有遺憾 懂了 人生太多遺憾 像我之前 像我自己有做一個議檢團 我們自己創一個議檢團 大概已經十年的時間了 之前有聽過一個阿伯 他下半 他人生上 整個輩子都是在 為了原家人的夢 在打拚 在打拚 他是個軍官 犧牲他自己 我去幫他剪頭髮的時候 他眼睛看不太清楚 就推了他 我正在農民之家 他到中庭去剪頭髮 他說我跟你說 很多日本鬼子 就講了之類的 我說是 然後後來都不知道 點到什麼東西 我就說 那個伯伯 你的小朋友 因為那時候過年前 我記得我們那一場 以前是去 就是在 過年前的時候去的 然後就問那個伯伯 他說 他很忙 我也不想打擾他 我自己很好 他自己怎麼看不到 他很多時候都是需要別人來幫忙 然後我就 不知道哪裡來的想法 就問他說 伯伯我想問一下 如果人生再重來一次 靠 我就要問這種東西 你還會選擇當一個軍官嗎 嗯 靠 我真的很白目對不對 是不會啊 然後伯伯就 安靜超久 他就說 我想開一個鞋場 我想做鞋子給別人穿 然後我又接著追問 我說伯伯那 為什麼你沒有這樣做 他說 因為我是不想讓我家人相信 DAM 很多時候 然後這就是他這輩遺憾 他已經沒有這輩子了 嗯 就是已經到了人生最後的那 也許那幾年 也剩幾個月 嗯 已經走到最 鏡頭 鏡頭了 他告訴我他的遺憾 嗯 所以 人一個人都一定有夢想 但是 夢想如果只是想 這叫空想 如果你去實踐 或是 付諸去做 哪怕結果不是好的 或當下情緒也不是好的 或是你髮大了 你搞砸了一切 但是我覺得沒有不好 我覺得至少你有做 你沒有 不會留下遺憾 到真的到時候掛了之後 才 才去後悔 我覺得你講 不過我覺得你講這段 講這段話 我蠻touch 其實有touch到我的原因是 我也是有去實地的執行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樣子一個節目 因為我一開始是從podcast錄起 那我在錄的前幾集之後 的時候 就有人告訴我說 其實你應該加入影像 可是那時候我也是給自己 百般的理由啦 說什麼 幹我覺得 我太大隻了 在影像上面不好看啊 不跟大隻啊 對對對 或者說什麼 我沒有場地啊 或者是說我覺得 要再加這些設備 可能會有額外的費用 等等等等之類的 就是不斷的給這種自己理由 對然後後來也是一個 因緣際會下 所以才 來到今天這邊 有沒有 背景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反正就是有一個老大哥 提供這個場地啦 還有這些很專業的設備 那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不給自己一個機會 就是give a shot 就是 試一下啊 如果真的不ok了 那再說嘛 對啊 這個我要補一個 我覺得 你說的 我覺得你做得非常棒 真的 這個非常肯定 因為 這件事情 最近 我覺得人不到到幾歲 都會一直 如果聽到我這句話 這句話是 我大哥跟我講的 規格 叫做想都是問題 做才是答案 無論任何一個階段的我們 遇到任何一個瓶頸也好 你想要突破的突破口也好 都會有這句話一直出現 這時候你就是 就做就對了 英文叫什麼 Yeah Action Speed Loud in the Word 就是做 做而言不如起而行 我把他吃在額頭啊 Dang 這麼肯定 WTF 因為法技先說我在意 我是吃太麻煩 極限很辣 那什麼時候吃啊 很久之前吧 什麼時候吃喔 其實沒有欸 大概兩年前 兩年前 那時候我想到這個想法 我把他吃在一個明顯的地方 吃在這整排太肯定了 那我吃在法技先 反正把他法技越來越高了 原住民 對啊 那時候還跟Tony分享 Tony就先衝 欸這個不錯 他就先衝去是 壞蛋 不會啦 這是你個人的特色 想什麼就做 其實說雖然我相信 美法界很多人都 對你應該不陌生 但我也是希望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平台 跟我自己本身的節目 讓不是美法界的人 也可以多認識你 因為對我而言 就是說你這個人身上 衝刺的元素嘛 嗯 就是不僅僅只是 喔代表美法界 我覺得很多 在衝你身上 從我們剛剛講到 為什麼叫搖滾老爸嘛 因為你之前也有玩樂團 嘗試要組樂團 然後做音樂 還有你身上的刺青 然後結合飾品 還有穿搭 雖然這些文化 再次他們怎麼講 算是刺文化嗎 其實我覺得不算刺文化 以現在來講可能是刺文化 現在來講就是了 在我們那個年代 因為我1985年生的 簡稱85年 我們那個年代就是 不像現在的那種媒體爆炸的時代 是什麼東西都會 網路上 key一些關鍵字 然後或是搜尋一些hashtag 可以找到任何你想找到的東西 以前我們沒有 以前那個年代 我以前超級無敵 不會穿衣服 這是土炮 我們那個年代 像我是那種鄉下小孩長大 所以可能就是像那種 一些底所奈額 或是一些那種成衣的 你說現在可能一些 外籍勞工會去買的 因為第一它便宜 第二它取得方便 然後又有實體店面 以前你要知道這些穿搭資訊 什麼的一定要大量的買雜誌 無限買雜誌 小時候剛當助理的時候 或是還是小朋友年代 根本沒有什麼錢 可是早餐店 有一些穿搭雜誌 就會每天一早花個兩個小時 去閱讀這些穿搭雜誌 每天不斷的不斷的 也是花很多時間 在這上面做功課 研究 但是我覺得現在是 你說外型的事 我覺得純粹是因為喜好 但我們現在的年代跟 我們以前的年代 跟現在的年代的小朋友 也不一樣 不能說哪邊對哪邊錯 哪邊異類哪邊自文化 都不能這樣講 以前我們那樣就是 Y2K年代 簡單來講如果1985年到 2000沒有 我1999年入行 13歲做美髮 大概2000年 所以那時候正正開始練習 學習穿搭就是 2000年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就是 還在CD Player 轉MP3那個年代 什麼東西就是去哪裡 穿鞋子要穿什麼品牌 像我耳朵都聽 可能東洋或西洋的搖滾樂 那耳機是什麼品牌 然後皮帶是什麼品牌 襪子是什麼品牌 各種各種東西是什麼品牌 為什麼這樣穿 都它的典故跟文化 也許是因為 哪一個有名的KOL 可能像牧村貨齋 那有點像 前些時間也很紅的 屹立不搖的 以前那種2000年 陳冠希 或者像什麼GD 這一類的 他們怎麼這樣穿 為什麼 都有它的典故 它聽什麼樣的音樂 它是什麼樣的氛圍 什麼樣的情緒 外在給人的感覺 所以就很講究這些東西 比如說像 我很喜歡聽搖滾 那為什麼 因為搖滾就是那種放蕩不羈 在那個年代敢做自己 很突兀 就是叛逆 那反之 一樣聽搖滾 但是也有另外一種類別 就是EMO的 就是 我讓自己說很頹 然後看起來很髮大 然後什麼事情都與我無關 我看誰都不順眼 我就腹黑這種 這種也可以說是一樣 任何事都一體兩面 那也沒有說它是錯 都有不一樣的受眾群 但是至於HEPHOP的 我可能沒有那麼了解 在我們那個年代 HEPHOP主流音樂就是阿阿姆 那在更久之前 可能就Snood 或者是什麼 Tupac 這種 比較OG級的 我們會記得 那後期因為 HEPHOP本來就不是我 想像 但是我也很多就是 HEPHOP的老OG朋友 不管是來個 街頭塗鴉的 或者是一些 早期在Squash的老DJ們 或者是 會一些BBOX BBOY 街頭BATTLE 的那種 會在每次都在路上 然後自己 然後就自己弄起來的這種 老的老人物 他們可能比較懂了一些典故 但我只知道我自己喜歡的 什麼喜歡 什麼不喜歡 但我不會因為就是 現在流行 大家穿什麼 但是卻不知道 他為什麼這樣穿 我會很要求 例如說我們搖滾的可能 帽子只戴什麼 New Your Hand 不會戴Kangle 沒有Diss Kangle 因為Kangle就是比較HEPHOP 可能Locking的在戴的 或者是 豬之類的 Jazz可能 OK 沒什麼錢買Underground 或者是馬丁 有錢一點點 或者是New Rock 那有錢一點點可能買 Joji Cox 再更有錢可能就買一些 精品的高等品牌 像什麼 聖羅蘭 來個 那Rick Owens算什麼 Rick Owens我覺得他算是 High End High End跟High Street來講 High End就是比較高端精品 路線的 暗黑路線 他是暗黑的High End 那修身 像Dio Home以前的也是那種 修身西裝 然後肩膀的墊高 然後修身那種 比較高端精品 我們簡稱叫High End 所以Rick Owens算 Raeve Simons也算 High Street就是高階 什麼叫高階呢 比如說舉番像Supreme 或者像現在Human Mad 然後 對 這些都算 然後包含 日本 其實紅一段時間 那個Wakomaria 這種比較西岸的 東洋 那種風格的 也算 因為他隨便一件襯衫給了來 短袖襯衫 有一萬三幾票 你有錢也買不到 這種東西 像以前Bab 這些都算 Bab App 是不是 為什麼我覺得你不會是 喜歡Bab的那種 那不是我的痛 應該不是吧 不行 我覺得 穿在你身上有點 太有喜感 不過我有穿過 我有穿過 可是他們某一季可能是什麼 像我可能會喜歡 如果說比較High Street的話 介於High Street跟High End 中間也有像什麼 Undercover 高橋段 什麼以前的Neverhood 這種都是High Street 然後或是像什麼 No.9 那已經收掉了 以前我們那種穿的 就是這幾個品牌 然後去的時候 也不用跟朋友Dang 就走去說 Gall Enjoy 這一季最新的那個代名 帥到爆開 這種之類 就沒事就會獲得在西門町 我們小時候西門町長大 以前是西門那一掛就對了 對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好笑的團名 叫六號出口 因為我們大家都擠到六號出口 我們現在有分部門 很可愛 真的假的 就是搖滾掛 這是一個堂口嗎 有點像是 有分會這樣 堂口跟會 可能像什麼 搖滾掛的 HIPHOP掛的 每個人都會自己擅長的才藝都不一樣 普遍都是在西門町打工的學生 然後穿的各校的制服 然後還有像日系的 然後日系女生 我們也有女生的 都不一樣 你剛剛講到日系其實 我有一個 就是說當然我們今天 我沒有很想要聊太多美髮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一直以來 你覺得太多都是美髮的 沒有一直以來有一個好奇 像你這麼外表這麼有張力的一個人 可是你給我感覺你做的風格跟作品 還有之前在前東家帶那間店 好像都蠻Japanese那種感覺 就是說這個中間上這個衝突 到底是怎麼來的 你說現在的 現在比較商業吧 沒有像 我一直以來 你的個人特色或風格 都是很有張力 就是你刺青 然後Rocker 或是等等之類的 當然我看你的作品你算是 就是說你的髮型風格 髮型的作品風格 也是算是還是比較偏日系那種 肯定啦 我愛日系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覺得從小耳如木染 就覺得日本文化非常酷 我們先不要講到什麼 幕府將軍 什麼忍者 這種已經夠酷了 這不用講了 武士不酷嗎 武士當媽媽超酷 那忍者咧 對啊 忍者也 這種酷就不用講了吧 我們小時候就是 大量的漫畫 大量的動畫 去衍生我們的美感 跟我們的成長背景 就是被日本籠罩著 先不要講什麼 日不日系時代 這太多了 但我覺得他們文化是好的 來舉凡各種 他們可能設計過了 所以藝術家這麼多 那亞洲最頂流的 我沒有說韓國不好 我覺得在我心目中 就是日本是第一 日本絕對是第一 不管無論是 舉凡是音樂 或是設計上的 像建築 或是各種你想得到的 包含日本的街頭 西部亞的各種人的穿搭 在東京街頭 到處看得到那些人穿搭 他們就是做自己 不會care別人怎麼樣 在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什麼都是街拍 你要學穿搭 就是看別人街拍 不會一直置入什麼品牌 是什麼品牌 因為什麼品牌 比如說像 什麼台灣品牌的什麼 like stage 或者什麼stereo 現在也沒有stage 對 之類的 他們就會置入全身 他們品牌所有出的單品 怎麼樣穿搭 這沒有不對 但是 可能你要各有個人特色的話 可能就是 你各個品牌找一個 各個單品找一個 符合你的 你喜歡的風格 你的個性的東西 對對對 那你覺得我的Dix算怎麼樣 Dix算怎麼樣 Dix不用講了很帥啊 我覺得Dix在我心目中覺得 就跟Ben Davis是一樣的 那種棒數高 挺 硬派 這種感覺 那如果Dix又跟Kaha呢 Kaha我不行 Kaha你不行 Kaha我沒有覺得不好 但Kaha就是 不是我的痛調 太公裝 不是不是不是 Kaha的話 太美式硬派那種感覺 我覺得太 單調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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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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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要拉對力啦 我們要拉對力啦 可是因為 因為如果以單純 Kaha跟Dix相比的話 Kaha价格其實是遠高於Dix 但是如果 我覺得Dix這幾年是有越來越..." 時尚跟前衛 但Kaha還是保留的這個文化 勢 但我也沒有覺得不好 是 因為我曾經也有思考 我是去年開始愛上Dix了 然後在那個時間 我有去看Caha 的東西 那不外乎第一個當然是價格 價格就讓我也很褪卻 因為真的同樣比如說都是艾森豪夾克 可能DX就三千塊其實就買得到 而且蠻屌的 蠻帥的 可是咖啥可能要七八千 雖然它比較保暖 然後磅數可能再重一點點 但是以設計感來講 DX你就會覺得再更活潑一點 更硬一點 我覺得OK啊 我就是咖啥喜歡的人喜歡 但是咖啥對我來講 因為我小時候接觸到咖啥品牌 幾乎都是跳街舞的朋友 我不會跳舞 我們都是那種搖滾掛的 所以咖啥不會是我的首選 但DX可以 可能來他以前有做過一些 跟比較龐克的品牌聯名的東西 那你會覺得DX 我們現在不要管價錢 我們是喜歡一個東西 我正不care價錢這件事情 不是我們賺得多 但純粹就是喜歡跟不喜歡 跟至於你要累積多少的 多久的存多少的錢去擁有它 那DX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比起來我會選DX DUCE我也不行 DUCE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沒有不好 但是我不行 阿法我可以 也不是好不好 我是覺得就是 這品牌就 對啊 可以先不用討論 OK fine 好好好 試看一篇題 試看一篇題 欸我講很深喔 這是關於潮流的 這個 你知道 太第一次了 沒有不好啊 我就個人就是很不喜歡 就像有人喜歡 阿里拉斯也很喜歡 Nike阿 我Idealus我不行 對啊 像我就是 Nike狗阿 我可以全身是Nike Nike狗 但是 小Nike狗 Nike狗 OK Nike狗 阿里拉斯我就覺得 所以你說 DX跟卡哈 反正你還是會比較喜歡DX嗎 對 DX 因為DX就在我的 以前的想法 或以前接觸到的感覺 可能就貼了標籤 我覺得第一 卡哈 我很多 比較HIPHOP的朋友 都很喜歡卡哈 跳街舞的應該說 跳街舞 因為跳街舞不代表 不能這樣講 跳街舞不代表很HIPHOP 因為街舞也有分很多種類 那HIPHOP就是一種生活態度 LIFESTYLE 比方說Punk也是一種LIFESTYLE Team Metal也是一種LIFESTYLE 就是一種你們常講一個attitude 一個態度 一個態度 attitude attitude 美日子attitude 說明 A-T-T-I-T-D 謝謝 不可能那叫英文嘛 通通英文叫是 OK 還有一個品牌 我們聊最後一個品牌 這個品牌也是以前我很喜歡 但是 對於年輕那個時候的我 我覺得有點貴 Y3 Y3 Y3之前 三本鑰匙 他之前有出一款那種 他們講 沒有他後來在改名 忍者的鞋喔 就是套進去 我有經歷過 Y3真的有出過一雙那個 我覺得 太帥 你有衝嗎 我有衝 然後你有沒有 雨天踩地板的時候滑倒 沒有我穿沒多久之後我就賣掉 原因是因為 我的腳板一直以來都是比較寬的 所以他壓你的腳 我穿起來他會 你知道 因為他那個是 有點像襪套似的 鞋子會這樣往旁邊炸開的感覺 就不好看 而且我也沒有這麼高挑 所以我覺得那種鞋子 可能要像你這種 比較瘦 比較高挑的人去穿 然後做穿搭的時候 就覺得 哇 Shit 就像Rick Owens在你身上 我就覺得 Y3那時候我很喜歡 有時候我很喜歡 肌能型的 你要說那個穿起來搖滾 好像也沒有 就穿了 有個台灣品牌叫 疾風重工 超喜歡的 因為Y3也是算屬於比較那種 運動的風格 Y3 對阿 他的衣服阿 他有說 Y3算High Street吧 算嗎 而且他顏色也都是 基本上都以黑為主 所以你個人蠻喜歡的顏色吧 是 喜歡 我後來現在都很Colorful 你不覺得我現在 對啊 你之前是比較Dark 以前都是一套全黑 Dark 對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聊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轉變 好啊 我有準備 我有準備專門 我有準備專門一題是 For穿搭的 讓你來 可以 再更深入的分享一下 好 沒有 那我們這邊還是要回到一點點 就是說 針對你個人阿 在髮型上的創造風格 你是 我們剛前面講你很喜歡日系 是 那當然 就是你的日系 可能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種日系 對 還是屬於比較 那種搖滾的日系 因為像你也是會剪什麼狼剪阿 然後等等那一些的 所以我不知道 這樣子 怎麼解讀是不是 你現在有我解讀這個東西 他是在日系裡面的哪一派 好 我怕人家會以為是那種偶像劇日系 不是 我跟你講 當別人已經貼標籤了 就想好 我們現在會拉回來再講Dkis這件事情 Dkis 哪個國家的牌子 美國 美國嘛 那如果他授權給日本做 日本就會用他們的風格跟文化去做Dkis 沒錯吧 甚至還有尺碼 對嘛 日版 美版 不一樣吧 對 我的話 我從小到大就是Arum 我很喜歡東洋的那種柔軟感 輕感 但是我又很喜歡那種 西洋的搖滾樂的那種 強烈 對比 很重 的那種感覺 他怎麼樣柔中帶剛 去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看我自己 我可能是 整個看起來很 對比很強的 可能像你剛剛說的就是 狼剪 或是前面頭髮很短 像我那種 前面頭髮很短 然後後面頭髮很長 這我自己剪的 自己怎麼剪 i the way 自己怎麼剪 蠻屌的 教你捏骨 自己對得進去 OK 可能比較強烈對比的層次 然後會尬一些比較柔軟的顏色 嗯 不會我看你顏色還蠻兇的啊 最近很不兇你覺得嗎 最近怎樣 最近比較不兇了 為什麼 有點看破紅塵 還是因為你最近在吃菜 唉唷 有可能嗎 比較柔一點 吃全素這件事情 真的不簡單 我已經吃了一個月 而且你的性情會轉變蠻快的 無欲無求 希望都沒有 我是這兩年開始吃素 其實這兩年 你也吃素 我吃素啊 我吃素啊 全 我是半年前開始轉全 全素 蛋奶不吃 對 但我有喝酒 沒喝奶茶 奶茶用 哈哈哈哈 我沒有吃蛋啦 大哥 沒有吃蛋 但我很少 我本來就不喜歡喝牛奶 所以這還好 像我咖啡也都喝美食 那人奶 人奶目前是沒遇到 喔 這個效應嗎 謝 謝 發達謝 OK好 所以就是戲 然後我看你也很常玩顏色 就是以你的IG版面來講 據我所說 你是不是自己有一套獨門的見解 對於在玩顏色這一塊 我嗎 嗯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可能會在很 自視 或是比較強烈 的形體下面 做柔軟的感覺 嗯 或者是在柔軟的形體上面 做比較強烈的對比的顏色 不是柔中帶鋼 就是鋼中帶柔 嗯 嗯 那如果在染髮技巧來講 嗯 我有可能會在 自視的那種可能線條的上面 做區塊的上色 像Rodman Denis Rodman 不完全 不完全 就是可能像 像很多手刷 線條來 整個頭線條來 可是我上色可能不會 全部都同一個顏色 就是在調染的地方 我們就講調染的地方 可能就是 調染的地方就會有一塊一塊顏色 會有暈的漸層感 嗯 又或者是在 整個頭嫖 或者是 一個區塊裡面 做挑染的方式上色 懂 懂啦 nice 因為我看你很多作品啦 然後你那個 很忠實的 model 算model嘛 就是每次陪你玩一次 亮哥嗎 亮哥 亮哥這個頭每次出來都 對 超頂的 我也會讓他刺啊 想到就A2 我就是想刺個什麼 噢噢噢噢噢噢 然後一命就很醉 你知道 然後你就要邊花邊刺 邊喝 然後喝到早上 了解 對啊 這邊還是想要問你一下啦 就是 怎麼會 離開 待了八年的 plus code 八年半差不多 八年半 其實呢 而且你一直有一直強調說 南谷先生是你的 算是貴人 他是我貴人 大貴人 那最後是因為什麼點 就是 簡單來講其實 欸 像 一直以來 我以前 可能一直沒有很想 比賽這件事情 嗯 因為我覺得 任何的事情 嗯 我做東西 是做 如果創作這件事情 是我自己想 我自己做 那我不需要任何人給我頭銜 任何人定義我 是好 不好 我這個得獎 我有認證過 我是鑽石 我有GIA 欸 So what 我就不想去這樣子 I don't give a shit 就不會care這種事情 但是 我覺得 南谷先生他是我人生很大的貴人 是 他其實 知道我不是完全不想 那他就鼓勵我去參賽 那老大 貴哥也鼓勵我去參賽 人生2015年先比了第一場 你是有參加過兩次啊 參加四次 四次 也是OG掛的 還好吧 我前面兩次共孤啊 是喔 後面兩次就得獎 前面 2015年開始 2015年參賽 共孤 有入圍 2016年參賽 入圍 然後又共孤 然後模特跟彩雄師在門口哭 然後買一首啤酒說 哭屁很醜欸 先喝啦 確實 對嘛 然後2017年就不比 我就當 觀眾角度去看所有人的作品 不是為了就是 滑眾取寵 去做什麼評審 喜歡什麼口味 而是更去讓自己 理清自己要做的東西的 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我前兩次沒有得名 理清了為什麼 以前 我想人也會這樣子 我們先不要講 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不講這個 就是 二語辣 就是 當然我覺得這個品牌很帥 很貴 我他媽全身都是 就沒有重點 以前覺得說 乾這個很屌 這個是重點 頭 這是重點 全部重點放上去之後 這就是沒有重點 一般人看不懂 你到底要表達什麼 就覺得 哇好像很屌 哇很屌欸 全的logo很屌 你那個什麼 很屌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是這個意思啦 反正就是 更可以釐清說 我想要表達的一個 重點的意義在哪裡 那我要創作的這個 靈感的主軸是什麼 而不是不斷的把 自己喜歡的東西 自己覺得厲害的東西 不斷的加上去加上去加上去 就會失焦 我相信很多設計師 我們假設拿拍攝來講好了 你就一直調一直調 會發現 一開始弄的最好看的 人生也是這樣 當你一直累加 不管是別人給你的頭銜 給你的包袱 給你的 你曾經做過很多很屌的事 So what 這些都會阻礙你成長 老佛爺 不是這樣嗎 我前段時間 其實都在整理自己 吃素這段時間 也是在整理自己 不是什麼特別信仰這件事情 而是我要告訴我自己 我可以自律 我可以49天不喝酒 不吃淡奶 不吃五星 然後我想要重新調整自己 也讓自己整理一下 那我其實發現就是 自己更知道自己要什麼 不要為了什麼事情而去 為了討好別人而去做 也不要模糊自己的焦點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不怎麼發文 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這是我自己的整理 還是要回歸到初衷 做美髮的初衷並不是 就是你只是為了流量 你要把頭髮做好各位 我覺得啦 就是你不是為了流量 你去拍一些搞笑影片 哇有流量上來了 哇迷思了 不斷的在拍搞笑影片 拜託你不是搞笑藝人 幹什麼東西 對吧 確實 OK 我壓貼 什麼DAC 之類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屑這種deepfake 太假了 但是我也沒有說什麼很真 然後就是 講話很衝啊爆 講事實 那我也不想要做 這麼低廉 價值是自己給自己的 你要知道你做沒辦法初衷是什麼 其實最初的感動 我以前是因為沒自信 其實 這個初衷其實蠻簡單的 包含 這個也會讓我 我這段時間吃全素 對 那其實 除了整理自己以外 來讓自己重新自律定位 當吃久了會發現 其實對於很多慾望都沒有 包含說 像一些物慾啊 或是成就感的 與人爭論贏或輸啊 這種 或者是 好勝慾 還有 肉慾啊 我說吃肉的肉慾啊 等等之類的 就歸零 那 有想到前些時間那個 過世那個什麼老佛爺 包含我朋友也跟我講了一些話 他說如果你想要創造未來 你必須要捨掉過去 這個講很簡單 他就問我說 他說 你吃一吃 你有看到獅子在吃草的嗎 我說 獅子吃草 沒有啊 他說對啊 你知道你自己是獅子 你吃什麼草啊 別人叫你吃的話 你怎麼不去吃大便 跟白痴一樣 那如果你自己是要吃 我沒話講 你要重新整理自己 我覺得都OK 我說那是我自己想這樣 他說OK 那你不用吃大便 真的是 他說 如果你想要改變未來 你必須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 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樣 你還祈求明天不一樣 那你跟白痴一樣 嗯 哇 他講話好有道理喔 很屌啊 那OK 那我是不是可以 我每天都大魚大肉 沒有一天不喝酒 我不喝酒睡不著 我不喝酒 49天 我吃全素 淡奶 五星都不吃 我沒有覺得別人覺得屌不屌 別人會想說 幹 不吃肉 娘泡 我說你他媽帶走 你敢不敢跟我一樣 吃49天全素 不喝酒啊 不敢就閉嘴 還可以嗆人家 沒有啊 這我自己自律的部分 也讓自己回歸到初衷 當初喜歡做美髮的初衷是什麼 不管別人遇到什麼關卡 我也有 我也會有啊 做做做做做做做 發現好像沒有那麼快樂 那點是什麼 其實 也有人跟我講說什麼 人生就像一場電影 你自己是導演 是喜劇片 是災難片 是你自己決定 這我也知道啊 知道嘛 都知道啊 鬥頭知道啦 之類的 那 我只是想讓自己 就是進化自己的心靈 然後重新調 也沒有什麼怪力亂生 這件事情 那 會想到以前剛才做美髮的初衷 其實 小時候沒有自信 那放學回家的時候 就經過一個 美髮的玻璃初衷 連鎖店的 看一個髮型師 跟一個女生客人 有說有笑 嘻嘻笑笑 然後弄得帥帥的 然後有客人走出來 那個門推開 哇裡面也好香 然後嘻嘻笑笑很厲害 弄得頭髮也很棒 然後整個人穿著 爬哩爬哩的 然後帶著客人到櫃台結帳 結完之後 送課 掰掰 然後女生可能謝謝掰掰 然後我就這樣 哇 這就是我要做的啊 我不會讀書 我小時候就被人家定義 就是有閱讀障礙 而且又有點過動症 我不想一輩子這樣 我受夠了 夠了 我想要變相跟他一樣 嗯 那是我小時候的初衷 所以我這段時間一直在想我小時候的初衷 小時候的單純簡單的那個 快樂 信念 然後 堅持下來的 一些原因是什麼 嗯 那個也剛好吃素 然後我現在比較多於喜歡跟自己相處的時間 無謂社交我基本上我都不去了 因為 可能也當爸了 心境上 也 雖然小時候 欸心裡面還是很像小孩啊 嗯 然後 會想要重新整理自己 因為有人跟我講過一句話叫做 如果你沒有實力的話 你認識誰都沒有用 嗯 我把自己歸零 我覺得我什麼實力都沒有 說出來我覺得這個做頭髮有什麼好屌的 沒有什麼好屌的 嗯 那我覺得就讓自己 那些能量 也不要內耗 就讓自己留在自己 嗯 那再拉回來你在講說 為什麼會離開PLUSCO 其實 在PLUSCO我 南谷先生他給我很多很多的資源 嗯 很多很多的幫助 他做的很大很大的支援 給我很多的背景 讓我盡力去衝 那也給我很多電路上的執掌 讓我可以不斷的挑戰自己 不斷的讓我了解我自己的極限是什麼 這又讓我想到我一個人生的作用名 叫做如果你一輩子只做你有把握的事情 你永遠不知道自己真正實力在哪裡 所以我一段 不斷 他也知道我自己不會不想 嗯 他也希望我可以看到更不一樣的我 所以他不斷的給我很多很多的挑戰 我非常非常感謝他 如果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黃建宜 真的 了解 我自己定義我自己現在狀態是好或是不好 但是我都非常非常無敵感謝他 那至於離開我們也是跟他好好談過 因為我想要好好的快的當一個自由的髮型師 我不要有上下班或等等之類的 那我有我其他的想法想去做 那他也非常的支持我 嗯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很感謝他 沒有不好 我們那個品牌 從創意到現在都是非常好的 對啊 所以你這邊要特別shout out一下他嗎 我愛你喔 哈哈哈哈 你知道嗎 OK啊 他也太多了啊 他是我大哥 是是是 剛前面聊很多啊 就是說從做美髮 甚至到小時候一些心路歷程啊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可以更重新去認識我們的黃建宜 建宜哥 那其實他 也許大家在社交媒體上面看到他覺得是一個光鮮亮麗 他是我的idol 或是怎麼樣好帥怎樣這樣 其實他也是曾經可能跟我們有同樣的一個處境 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然後慢慢慢慢蛻變這樣子 對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點比較心靈 心靈談話過後 我們要開啟比較 欸現在比較活躍好不好 活躍對 聊下你身上的tattoo吧 你身上這麼多 對不對 那你還指得出來說 你第一個刺青是哪一個嗎 你的first tattoo 我跟你講 tattoo 前一兩個 甚至到前十個tattoo 都會記得有意義 有紀念價值 tattoo成我這個狀態 已經不會記得了 沒有什麼 拿那麼多意義啊 對 這個就跟我們現在的人生是一樣的啊 因為你知道什麼 你以前可能前面會有很多信念 很多的初衷 後面已經沒有了啊 對不對 包含現在媒體這麼爆 你很多東西就不會快樂 我有些時候會一直反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 小時候可能想要買一個玩具 可是我好像沒有問題 出社會之後 靠自己之後 可能想買一件 很屌的neverhood的褲子 我們那個年代 一件牛仔褲要到兩萬多 兩萬八 Fucking貴啊 對不對 超貴啊 但是你存到那個錢之後 買到的時候 哇好爽 爽到超級久 捨不得洗 那褲子好像 十年都沒有洗 可是我只穿不到五次 捨不得穿 後來把它賣掉 價錢也不錯 那後來題外話 就是 你會開心很久 但現在沒有 你可能買一支錶 我也常常在問我客人 你可能 存錢買一支Daytona好不好 讓你半斤Daytona 多少錢 八十一百萬 你可能會開心 三天 因為它只是支錶 你可能買一台車 你會開心多少 一個禮拜 買一個房子 哇好開心 開心一個月 這個算多的喔 開心得久的喔 它只是個住的地方 人生成就解鎖 它只是在你要做完成的清單之一而已 就只是這樣 然後咧 人生有什麼大改變嗎 沒有 我最近一直在想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刺青對你來說 就只是 只是覺得帥就刺了 有啦 還是有一些好玩的啊 有沒有 異議的喔 我臉上 沒有你找得出來 第一個部位的難嗎 第一個 有點難耶 有有有有 這個科學已經改掉了啦 看起來很像一個那個 那什麼 伊斯蘭教的教會 對 那原本是一個很像 勾勾 勾勾勾勾勾 沒有接在一起 後來慢慢改了 因為會隨著心境不一樣嘛 我覺得人體就是化布 我以前只想刺一點點 一個兩個三個 後來認識一些損友 耳濡目染之後就越來越多這樣 就會 刺越爆多這樣 增加到爆 你應該也算不算 你現在身上有幾個刺青吧 算不出來 大概我可以大概講總價 總價啊 大概 差不多兩百 兩百這樣算便宜了吧 價值大概兩百便宜嗎 我覺得 不是我會這樣問是說 因為可能很多是朋友 所以說在收費上面 比較輕有價 我們講價值這件事 對啦 了解了解 價格跟價值是不一樣的 對 我覺得很多無價我覺得 可能就更貴 太多了 你手掌那個花 之前刺是有什麼 意義嗎 辣手摧花 不是啊 就是 因為我們是做美的行業 我覺得在我心目中 如果以大致來講 美的東西就是植物 植物幾番 好啦 偏膚淺 我覺得玫瑰花是最美的 在盛開 開花 我們可能指標第一印象想到 會開花的花是什麼 就是玫瑰 所以我們是在做美的行業 而且我就是在手掌 因為不斷的在做美的 我在做花 欸手掌很痛吧 太多人跟我講 什麼太痛了 對啊 然後又有些朋友 變態的說不痛 像大麻煩 麥斯跟我說 尷尬好痛啊 聽說我愛吃的時候 一直冒汗 嘿嘿嘿嘿 反正就是 都講得超級爆幹痛 我真的試的時候就覺得還好 那你這麼多 那你這麼多這麼多 你認為真的是 哪一個點是 你覺得 靠這真的有點痛 還是你已經忘記了 喔這裡 你要看嗎 可以啊 這裡啊 喔是喔 我吃到這個底下的時候 像毛這裡 我覺得我 機器要斷 是喔 很像在 那種 太監要入宮之前的那種儀式 嘎 感覺整組要幫我切掉 你有叫出來嗎 還是你覺得 我是 有啊 而且 真的要刺青 不要太早刺 但也不要太晚吃 因為太晚吃會更痛 但太早也不行 我是27歲才開始吃的 喔是喔 嗯 小時候是全身帶滿飾品 雖然現在好像也是 因為現在做飾品嘛 嗯 那以前是全身都是克羅興 然後白白晶晶 長得像那種 GD 沒有 像那種捷尼斯的男生 美男 對啊 花美男 太白 對對對 然後全身都是克羅興 像歌舞伎丁的 所以你是覺得 你以前可能太乾淨 所以要來一點 東西在身上 對 可是我想很久 我所以27歲才刺第一個 嗯 然後就越改越多 越加越多 累加 到後面就忘 有點忘記 當初為什麼要刺青的 這邊 就是說臉上這一些 都是突然 意識性起 臉上比較有意義一點 是喔 嗯 什麼意義 我這邊有刺哭笑面具啊 半臉 而且拉到耳後整個 我覺得人 我很喜歡 善惡 或者是正邪 嗯 就是一體兩面的東西 嗯 我覺得 壞的東西 它沒有不好 壞 雖然說好跟壞 壞也有它好的一面 但至少它 呃 就是任何東西都會有一體兩面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 反差的東西 因為說都有它存在的價值 對 冷暖 對 冷暖 了解 那你剛剛說 這樣全身嘛 市值大概200嘛 差不多200 對 那以你這樣子的 經驗 來評估 你覺得40-200是 OK的嗎 我覺得很OK 很OK的 很多人買個表 什麼PP 幾百幾千的 嗯 他們care吧 欸那你是自然組的 還是化學組 沒有 不是 不要回應 我是說 你自己講自己笑是怎麼意思啊 你有上藥嗎 你有上藥嗎 上藥 上麻藥嗎 還是你很gain 你覺得幹嘛 我沒有那麼pussy 我為什麼要上麻藥 欸 現在我 我覺得 上麻藥 朋友說回不去了 可是我覺得上麻藥真的太痛了 上麻藥反而會太痛 太痛 為什麼 因為上麻藥如果你要真的有效的麻藥 皮膚會僵掉 皮膚僵掉 你用一般機器的速度是刺不進去的 你必須要開到最強 哦 那刺青絲 速度一定要快 不然你就要重複尻 然後麻藥慢慢退了 Double Triple的tone 嗯 超級 Triple H Triple High 三倍的High 所以現在是 這個字 我試過啊 我試過幾次麻藥 後面就 人不要麻藥不要麻藥了 對啊 那你個人有什麼 最喜歡的那種刺青風格 比如說像什麼 日式傳統啊 新傳統啊 或者是 像你朋友做的那個叫什麼 曼陀羅 那我都喜歡 其實我都喜歡 包含我喜歡音樂也是一樣 什麼搖滾 當然不完全搖滾 我也會聽 日本演歌啊 嗯 我也會聽一些台灣的閩南語歌啊 嗯 我沒有什麼一個定義什麼 只是我的 外型跟我做的 作風 個人風格 或是做出來的東西 比較像是什麼什麼的 甚至別人定義我 其實我沒有一個完全的定義什麼 只是我比較偏好喜歡什麼 那不代表我其他的事情不會做 那 其實我都喜歡 像我整個背到屁股 大腿後面底下是傳統 新傳統 黑白的 龍丁虎 沒錯沒錯 我記得中間有 班若波蜜多心經 對嘛 心經嘛 free hand 寫 然後吃這樣 那個吃完了嗎 還沒 因為毛哥太忙了 他現在世界版圖已經拉到泰國了 他現在就是大概進度到幾% 進度應該再剩一兩趟就結束了 一兩趟喔 毛哥吃心事超級快 對不對 他那個是直接是在你的身體上畫嗎 對 沒有先打稿 他沒有打稿 你們那個叫什麼 free hand free hand 就直接來現場來 把心事也是free hand OK 一定的啦 你沒有辦法先構圖 你可能只能在書面上構圖 但畢竟書面是書面 那跟我們要呈現上來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現在就是背後那個是接到屁股 接到大腿這裡 接到大腿這裡喔 等一下拖嗎 不用 先不用先不用 我講講而已 你到時候如果成圖的話 應該還是會拍張照片吧 什麼照片 我決定拍個reels吧 OK阿 在instagram上面應該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實 對阿 還是你要為了那一個次玩 要特別在上一次節目 我覺得也OK 你節目轉型 要轉型 都來嗎 請毛哥來講 就好啦 你可以幫我約阿 找毛哥來講OK阿 你約我一定OK阿 怕你會嚇死而已 他機場很太強了 是喔 沒關係我可以硬吼阿 看厚不厚的字幕 可以啦 你八隻夠重嗎 應該不差啦 我八隻不知道重不重 八隻跟體重不一樣 體重是絕對重的 OKOK 至今聊我們聊 當然也是你最喜歡的一個物品 飾品 你剛剛講嘛 你以前是克羅派的 全身上下嘛 克羅派 辛苦中的top的帝王就是 崩壞 你有大概算過那個時期 你大概花了多少錢嗎 欸 很玄喔 也差不多兩百 真的假的 哇操 我們那個年代 台灣只有老爺酒店一間空壞 喔知道 在那一個 那第一間嘛 以前剛開始玩 這個品牌其實是很炫 就是先從高仿的開始 復刻的 你有買過高仿的東西 以前少過哪有錢啊 當初原來那麼錢 然後就 我也不知道這是真假啊 只覺得他帥 所以買了 但是他一些後來 空空他真的來台灣開店之前 就已經買這些東西 後來台灣真的開了店之後 才知道 喔原來 開了店那個才是真的 因為元某買的那些店家 都被炒掉 喔是喔 對 都不懂 然後我想買真的 去看一下 嚇爛 一顆戒指 兩萬八 一個keep ring 就是十字架寬的那個 前面有個豬豬 因為前面有顆圓豬 925存銀 然後一顆兩萬八 兩萬九海幣 差不多 現在不只 現在三萬三差不多 又漲又漲了 那二十年前的事情 可是我聽說 他二手的價格跌很快 跌很多 差不多 大概四成而已 因為他們說畢竟這個是 銀飾品 跟金那些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的構正在 如果你的保養的程度也OK 他有沒有太多的損耗的 等等之類 你可能 又是基本 基本款 你可能賣掉可以賣到五到六成 但是如果你是 訂製款 那可能剩四成左右 跟改裝車原廠之類 還有你的里程數 等等之類 這種像啦 你的損耗程度 去決定 其實空耗的話 如果你不在意新舊 其實 然後又有預算考量 買二手就好 跟你買嗎 我都賣光了 你都賣掉了 欸 還有一點點 還有一點喔 都是一些什麼 背包啊 那你玩飾品的這條路有 也是有一直在變換的嗎 對啊 玩飾品這個很特別 其實我以前有投資過朋友 沒有一起做過銀飾品 銀飾品牌 那在幾年的時候 Shit 大概也十年 十幾年前 十二十三年 那時候就那麼長啦 我不會做啊 他們會做蠟膜 純銀嘛 那時候空耗還沒有出手珠 就是有那種 瑪瑙的那種 還沒有出那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做這種東西 嗯 但我們沒有像 摳皮箱做空耗這種東西 模組去做 那我們做的方式是 欸 做一些比較 一些蛇啊 然後一些礦石類的東西 來做串珠 嗯 對 然後幫每個串珠命名 有點像很久以前 我們小時候那個烏毒娃娃這樣 每做每一款 給他一個生命 給他一些故事 嗯 創作的一些理念 怎麼這樣做 然後跟設計師討論 然後我們就做了這種 賣的初期還可以 後面不好 而且貴金屬一直在漲 沒什麼利潤 後面 我們那個 那個他 呃 做營視的那個合夥的朋友 他也 有他的人生不一樣的規劃 嗯 他就改去做美容了 喔是喔 男生男生 帥帥的 好朋友老朋友 然後就 那就算了 那就一直都沒有做視頻 但中間有跟朋友 怎麼合作過什麼 服裝啊 喔你也做過服裝 衣服的代購啊 嗯 或是幫一些服裝品牌做PR啊 公關啊 辦活動啊 等等之類的 那純粹就是自己興趣跟喜好 喜歡社交 現在齁 現在幾乎零社交 對 那做視頻這件事情是 以前我覺得鋼試這個東西 便宜的東西 沒有人要啊 對啊 以所有的五金來講的話 鋼其實是最便宜的 因為銀 或是黑金 或黃金 它會有一些自然的流化 使用久了會有一些使用痕跡 這些是 越老越好看的嘛 那鋼完全沒有 就是有刮傷而已 對 那鋼也便宜 所以以前完全不會放在眼裡 直到大概兩年前 開始看到很多 可能嘻哈開始盛行 那些比較underground hiphop 開始慢慢 跟主流靠攏的時候 很多人會開始帶 當然帶一些古巴鏈啊 等等之類的 那在國外的一些 比較搖滾圈的 會開始帶一些重工業的東西 的飾品 然後我就很想要 就因為很多服飾 他也會穿插賣一些小飾品 但都很便宜 鋼試 然後就沒事 就是反正你在網路上亂買 然後就順便買買買 然後看他覺得質量有夠爛 又輕又薄 還會刮人 然後覺得 是不是我可以自己做 就去找方法 就開始做 然後就有了自己的 重申金工這個牌子 rebone嗎 rebone 重申 那當然這邊要讓你工商一下 沒有 先介紹 這個rebone它是什麼來的 自死地而後生啊 我永遠相信就是 你也許在這個世界上 不要說世界上 你在社會上也許 找不到你自己的價值 不管是你自己 沒有要肯定自己 或是社會上沒有要肯定你 但是 你卻希望你自己可以 但是當你沒有任何價值 你自己覺得沒有 你已經放棄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重新開始的時候 所以自死地而後生 是我們的slogan 那 有什麼東西 是最硬的 比金子還硬的 只有鋼 就為鋼 則強 所以我才想做鋼事 那鋼事 其實就是給你一個堅定 堅硬 無堅不吹的一個信念 跟attitude 所以我們就是做自死地而後生 當你覺得人生最低谷的時候 就是也 最低也就這樣啊 再換你反彈了 最爛也就這樣而已啦 最爛就這樣子而已啦 痛苦是比較出來的 見名一條嘛 我超痛苦啦 那你必須要跟你痛苦共存 因為這也是一種能量 學習怎麼接受它啦 對啊 你看我要孤媽媽 然後小孩 了解 然後又有 那個就是 有啦 那等一下後面會問 蛤 我自己講 那等一下後面會問 還問那個是 那就是我給你準備的那個小遊戲 真的假的 我沒有在社交 SNS上面任何講透露什麼 因為我覺得 這是自己私人的事情 沒有必要去講 因為講了人家 會討論會吃瓜 這是因為什麼原因啊 建議看起來這麼壞啊 是不是因為建議是怎樣 其實沒有啦 據我所建議其實 也算是一個暖男 就是不要 你才暖耶 暖啦 可以清楚啦 暖男啦 很sweet啦 對不對 所以是甜 就都有啊 所以不是說 因為它的外表 或是它的穿著 然後大家就要給它一個 刻板印象 就是你剛剛講的嘛 你喜歡的這些東西 不代表你完全就是這樣子 或是永遠都是朝這個方向 是吧 欸我跟你講喔 一個bug 你看那個整形很多的人啊 或是刺青很多的人啊 或是穿動很多的人 他其實內心是自卑的 他有很多東西在包裝自己 或是全身名牌很多 多到一爆炸 我知道 內心其實是沒有自信的 因為我曾經也有一段時期 大概一兩年前 我也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 我剛進這個產業的時候 我是抱持著 就是 假 假堅強嗎 就是給人家一副那種 玩世不共的態度 就是 Who cares I don't give a shit 那其實內心是因為害怕被 別人看穿 害怕被別人看穿 所以說 其實他可能很沒有自信 然後很自卑啊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掩蓋 然後到了後面 找到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透過外物這些 可能飾品 服飾 給了我一個自信心 我會覺得我現在穿起來很帥 很屌很堅 然後因為我本身的工作是 業務嘛 我就讓自己看起來說 我跟其他業務不一樣 然後怎麼樣 大家可能是穿襯衫啊 我就偏要穿一個 什麼工作襯衫 然後帶個 古巴項鍊 或帶重的 帆骨啊 對然後就會覺得自己 自己超跳的 對 然後每天出去上班的時候 會因為這些外物的東西 讓我覺得我今天來工作 是很有意義的 是 很開心的 可是 久了一段時間你會發現說 這些到頭來還是虛的 到底是不是自己喜歡的 還是虛的 因為 衣服 飾品 你總有會穿膩跟耐膩的一定 當你膩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想要新的 新的東西才會讓你有活力 真的 可是 就是當然一個現實層面 經濟層面 你也沒辦法一直這樣子 去消費這些東西 可是當你沒辦法得到的時候 你又回歸到那個原點了 就是 Who the fuck am I right now 就是我現在又是跟當初可能兩年前那個 一樣好像很無助 然後怕被別人看穿的小蘭 然後後來我才回到 你講蠻深的 對啊 後來我才會回到就是說 其實根本是你自己的內心 就大家常常會講說 不要看外在 以前都會覺得你比較薄薄 那是因為你不了解我 我們是年輕人 對不對 我們就是喜歡這樣子 就是你們不懂 老一輩都會講 就是覺得你不要跟我講那些 那是實在的不同 你們以前沒有這麼 可能這麼潮流 這麼HIPHOP 你怎麼會懂我們現在喜歡的東西 但你是真的有經歷過那一段 心靈的心路歷程 沒錯 就會真的知道說 要把自己內心強壯起來 即使你哪一天 我不再穿搭這麼多東西 我還是就是很有自信 我跟別人講話就是我很有自信 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 你這個講 有講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這個也要跟大家講的 任何事情都一提兩面 比如我對你好 嗯 我幫助你 你接受就叫熱心 你不接受我就叫雞婆 沒有對跟錯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的價值 我們自己的心情 要在別人身上找的話 那我們真的蠻可憐的 所以有些時候無謂的社交 或者認識誰等等 誰誰誰誰誰 你要怎麼把你自己過好 所以SNS 那種社交平台等等之類 你大量衝刺去看別人生活 你倒不如回到自己原點 就像你剛剛講 你要怎麼過你自己的生活 你不要管別人講什麼 像我現在就真的沒有很喜歡社交 而且我不喝酒我去哪裡都尬 雖然快解禁了 解禁我已經大喝 但是這些都是我自己給自己的 那我自己給自己的挑戰 我自己挑戰 因為我也想要好好的去過濾掉 一些無謂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圈子 等等 酒肉夠了啦 我從小到大超愛喝 超愛酒 我是Party Party暴 Party王 Party King 不能說王啦 Party King 惡王 了解了解 That's right OK啦今天其實聊很多啦 真的是從內心聊到外面 然後外面又聊回內心 外太空到內子公 當然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不過這邊還是硬要請你分享一下 就是簡單的穿搭哲學 簡單穿搭哲學 可能針對身高體重 高還胖瘦 那你可能往什麼樣方向去做搭配的時候 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比較修飾 就簡單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好 修飾 我好難欸 因為我有時候喜歡 你有看過我穿的很西部牛仔嗎 有啊 我還有看過你穿涼鞋很日式 那種 所以我才說其實你在風格上面 很多風格你都能去駕馭啦 那只是以一個大綱來講 如果今天你看以我的身材 我其實比較 我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可能也有180 那我很快 那什麼樣的穿搭哲學 或穿搭的風格 會讓我這個人比較修飾一點 就大概分享這樣就好 我覺得基本上我一定會用深淺 如果你全身黑的 那就是用剪裁 你要嘛不是用剪裁 就是用顏色來修飾 那至於高矮 就看你是高腰低腰 短板長板 等等之類來修飾 還是19.5不含頭 我不可能 我信 敢不敢 我不是說我 我不信敢不敢 我不是說我 誰19.5還要含頭啊 之類的 我覺得先定義自己喜歡 一定要先 因為想多問題出來答案 先定義自己喜歡的 我會 我想一下我要怎麼釐清 你可以先找 如果以現在小朋友 不是現在的人來講 你要重新找到自己喜歡 你就找到你自己喜歡的偶像 偶像不一定是你 聽他的歌或什麼的這種 因為巨兒喜歡這種 而是他本身穿搭有一些邏輯性的 那你可以去研究他的 那就像你很喜歡這個東西 這個偶像是你喜歡的東西 那不一定適合你自己 再去 以他這樣子穿衣的方法 的這種樣子 再去 你可以全身都買一套 因為如果學穿搭 或者是練習穿搭 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的話 其實要花很多錢 還有很多時間的 真的一定是這樣 對 就像你很喜歡這個東西 你買了發覺 你自己根本不適合 那你可能在修飾掉什麼 那就是有那個樣子 先從模仿開始 一定是這樣 我們大量就是大量模仿 這個東西好酷 我想要擁有 然後擁有之後發現 好不適合自己 好累積 那就換 那就再買 再買再賺 賺不夠 我要賺更多 才能買 買了之後發現 還是不適合自己 或是我想要更多 那更認真再賺 這是一個好的 所以你要怎麼講一個定義 很難講 我有會穿裙子 我也會穿七分八分九分褲 也有超短褲 那因為我腿長 那我也會穿靴子 或是像巴黎斯加那種 短的運動鞋 snake 很難講 短褲我就配長靴 穿短褲我就配長上衣 帽子大小 帽子帽顏長短 就看頭髮的髮長 飾品就是隨喜好 因為我個子比較長 我比例是三七 三七差不多 腿長 如果要嫌腿長的話就會那個 但是我覺得可以多看一些 你喜歡的人的穿搭 也許是歌手 也許是演員 也許是一個icon 一個 一個idol 就是網路上紅人 都好 去研究他的穿搭 然後 進而轉成自己的 然後再從中慢慢去找 為什麼他這樣穿搭 有沒有一些典故 或是研究他的出生背景 或他經歷過哪些事情 然後再去模 印證研究自己的 然後再慢慢修改 慢慢穿出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啊 因為什麼哲學幹 我又不是造型師 不是服裝造型師 所以很難講一個 我覺得喜歡就喜歡 沒有針對你剛剛講說 可以去找一個model來學習 這比較快 其實我之前是有這樣做的 因為我有在看NBA 誰 我很喜歡LeBron James LeBron James 後面的穿搭 就是他們NBA每一年都會評比 一些球員 他們在走那個球員通道的時候 會去 就是評比說他的穿搭 有沒有上排行這樣 那LeBron James 基本上他都有去 都有上這個排行榜 帥 然後我就有去看他的穿搭 因為他本身他很高 他也是很寬的那一種 其實你滿像的耶 身形 所以我就有發現說 他的褲子基本上都是深色的 可是他的上衣外套 可能就會比較colorful 比較有顏色 甚至棕色都有可能 然後他的褲子永遠 會是跟他的鞋子有點 就是有點偏九分再長一點點 比較不會落地這樣子 然後去修飾 因為他本身他很fit 所以他穿起來衣服很挺 然後看起來就是很霸氣 我就有稍微去做一下研究 我覺得穿搭的部分 我可以分享一個 我覺得不要買什麼夾兩件式的東西 我沒有在dease什麼 很多服裝設計的 我覺得背心就是背心 帽T 帽夾 連帽夾克我們簡直叫帽夾 這是帽子的那種 不是帽T 帽T是沒有拉鍊 帽T是我們講那個Turtlehead 套頭的 那這種帽夾跟格紋襯衫 或是什麼的都可以分開買 不要都連在一起了 了解 比如說像你可能夏季的襯衫 格子襯衫 或是夏季的T恤 你也可以穿到帽T外面 或者是你的 或者是帽 連帽夾克 外面再套一個格子襯衫 你就變格子外套 當然我覺得今天的訪談節目就是 慢慢進入到尾聲的拉 剛剛穿搭的部分 建議哥這邊其實也給出很多意見 還有一些 我自己的看法 給了一些 給了一些建議 當然就是先去找一個 你可能喜歡的明星歌手等等之類的 先慢慢開始做模仿 然後再去做改變這樣子 只是這條道路上面 一定會花你不少時間跟金錢 我覺得大家 很多很多很多 你要去評估不要真的是為了一死 然後可能讓自己後面過得比較辛苦 那我認為就不太好了 是吧 我覺得這個也是 但是真的很想買的人 他也會不顧一切去買 就算自己吃蘋果麵包 雖然現在這個年代已經沒有人在吃蘋果麵包 就算讓自己三餐吃王子麵配觀眾組 都好 這是你的選擇 選擇沒有對跟錯 你要選擇 讓自己很多奢侈品 或滿足自己的那個 那你要控制自己的三餐 那個是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也沒有不好 自食敵而後生 還想算更多 OK啊 OKOK 就是一個變相動力 了解 了解 那我們最後 來聊一下你可愛的女兒吧 好啊 黃維 我們家妹妹呢 她現在多大 蛤 多大 多大啊 她現在一歲十個月 她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一月十一號生的 真的假的 六個一啊 超屌的 我喊六個一你會不抓我 會吧 會啊 我們兩個人喊六個一而已 六個一就是這樣 六個一啦 對啊 天使啊 蠻天使的 他蠻天使的 我不要求她長得漂亮 但是她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就很棒了 嗯 我也喜歡我把我女兒弄得很好笑這樣 還有IG 有啊 我跟孩子的媽一起經營這樣 就是 偶爾放在智障影片 為什麼要開IG 其實我一開始是反對的 嗯 我不想我女兒 一開始那種 毛眉長幾根 然後 就開始露出 我知道 她慢慢找到自己的型 比較確認了 之後拿來記錄 不然說真的啦 我們手機容量再大 也存不了她那一堆 那一堆 照片影片存不完 還有一堆客人的照片影片要 要拍要存 了解了解 不夠用啊 我雲端買一TB啊 還不夠啊 真的假的 蠻屌的 其他那種有了沒 影片我們就不用講 哈哈哈哈 臭直男 OK 那 聊什麼 我們以前 我以前就覺得 欸 我以為是男生 一直以為 那是意外啦 accident啊 然後有了 然後 就想說 那我們就把他生下來 然後 之後呢 就 一開始以為 他是個小男生 一個直覺 一直覺得是小男生 後來 才發現 欸 是個妹妹 那妹妹沒關係啊 我們讓他讓酷妹 像我認識台灣一些 蠻厲害的街舞老師 所以以後我們同街 兒童街舞 就 交給你啊 沒問題啊 我說 欸不要啦找別人啊 我沒有在講誰啊 那 那還有一些朋友 他是唱金屬樂 說欸 那個叫我女兒水猴 跟豬肺 對啊 他說欸 沒有問題啊 可以啊 讓我可以啊 所以都已經set好這個 以後我們音樂課 教唱歌就是學金屬樂 所以 開始小時候就給他聽 一些金屬樂 各種 東陽西陽 後來發現他比較有反應 笑得很開心的是 血肉果汁機 Fresh juice 很棒的 他很喜歡jiggle的聲音 對啊 然後 然後 後來 大概一歲多 他開始會講話 比較多 講很多話 的時候 他也發現他會發出一些 呃 呃 呃 或是開心就 呃 或是 那種 紙槍黑槍那種 聲音 發現 小朋友這樣好像看起來 像被鬼附身 那 好像算了 給他聽一些 美國的兒歌 嗯 像什麼 baby shot 他就一個死人臉 他喜歡一些重拍 雙塔 嗨 嗨 那種 或是宮廟 索娜 這種鞭炮聲 他喜歡熱鬧 嗯 那種 跟他爸滿像的 對 他以前睡得很好欸 就是中午不聽血肉 跟七級煉獄 所以他應該從來沒有聽過什麼 兩隻老虎那種 可是他前段時間 會唱小星星 甚至下了一調 那誰叫他 對啊 肯定是 媽媽放的歌在裡面 加他小星星這個東西進去 那他跟著唱 我覺得 有點失望 不過也是可愛啦 了解了解 對對對 不過他就是很可愛啦 我看到 至於當爸的心境 我覺得 因為畢竟 我們不談婚姻狀況啦 呵呵 就是 好不重要的話 我們無論怎麼樣 我們就孩子的爸媽 那 呃 我們只希望他好好長大 開心快樂的長大 那 以前的我 可能就是 什麼都做自己 那現在還是做自己啊 我看不下去 我沒辦法 讓自己委屈求全 我會講 那 我也不管別人按不按讚 別人看不看我 很多人訊息我也不會回 我就做自己 但是 最大心理是 以前要買什麼東西 現在 以前沒差 就喜歡什麼代購網站 加購物車 加購物車 喝醉媽一次全買 刷一個爆 然後後來 全部記得看我怎麼買的東西 後來看 購物車已清空 看他傻爆眼 全部都陸續寄啊 而且超好效率的 你來不及韓寇 沒有啊 來不及退啊 買了買了嘛 做就做了啊 現在沒有 現在買這個東西會想 這個是需要呢 還是只是想要 再去衡量 因為我還有個小的 然後前些時間媽媽也生病 那到現在也在顧她 所以 很多時候 很多的金錢的部分 要用在 我覺得 刀口上 對對對 就會不會這樣的揮火 那無謂社交 我覺得這也是個省錢的方式 對啊 你有錢大家可能會叫你哥 那 你以前的時候就 我呸 對不對 但是也沒有怪任何人 或者是 這也是自己的選擇 自己選擇 怪不了別人 以前是真的超愛亂花錢 但 我覺得也沒有不好 以前是以前 那未來要怎麼樣 你還有個小的 還有個老的 那你要怎麼樣過 那我媽媽 好說真的 我們理性來看 她還可以陪我多久 也不會這一輩子 照理說 她一定會 比我先離開這個人事 那我唯一最大希望做的就是 我不要把她比她早走 我希望我可以顧到她 最後安享晚年 嗯 那小朋友的話 我希望她健康茁壯 到長大 我還可以參與她的成長 對 那至於我自己怎麼做我自己的 呃 我工作分類的事情 或是我跨足的一些副業 嗯 怎麼樣去做 我覺得 希望是在一個自在 的一個狀態 去完成這些事 我覺得就還好 那對於現在的慾望 我覺得就還好 沒有什麼慾望 只是想要 任何事都是圓滿的 一個平衡 我覺得就好了 了解 嗯 OKOK 有啦 就是 越來越有一個爸爸的樣子 真的 我看你假日都會帶她出去玩 其實 不一定喔 對啦 對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我很忙 她喜歡啊 她太喜歡遊藝場 是喔 就是那種湯姆熊啊 或是來個 嗯 娃娃姬啊 她很好笑 然後她看到那種娃娃姬的聲音 娃娃姬 娃娃姬 很可愛啦 對啦 生女兒真的是很讚 你是想生女兒對不對 我們家都男的啊 你夠色嗎 應該跟你不相上下吧 那你一定是生女兒 雙胞胎 雙胞胎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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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敲個半吧你 對吧 剛剛講一個勵志的 我覺得 我覺得痛苦是比較出來的 很多時候你遇到了很多人生不如意 人呢 就是會全部都累積在一起 比如說你早上起床的時候 跳起來發現 靠我早上有一個會要開 就遲到了半小時 趕快衝出門 靠下大雨 累積兩件了 下大雨 來不及了叫車叫到車 哇 忐忑啊 第三件事情 然後一出門的時候 叫到車 淋個大暴雨 打雷什麼的 路況又差 又塞車 第四個 你在上車過程又踩到狗屎 五個 就幹 今天吹到爆了 然後公司電話一直打 一直瘋狂打來 吹到爆 你到底人在哪裡 哇 焦急如焚啊 然後準備買到時候 忘記帶錢包 六個 謝妹 死的今天 天藥 亡我啊 等著這會全部累加在一起 然後 Apple Pay 刷不過 我說我轉帳給你好不好 我說欸 留電話抱歉 我真的抱歉 然後司機就開始噼啪 好 一下車 衝進去 然後 被主管罵了一個半死 八個 出來 垂頭喪起 覺得人生最低谷 最絕望 然後 突然被接過的同事說 欸 那個 你看我們這次雲端發票了 你中了我們頭獎一千萬 這絕對是真的千真萬確 早上事情都沒有 為什麼我做意檢呢 不是要從別人身上找自己的慰藉 我真的是做意檢之後你會發現 痛苦這件事真的比較出來 有些人臥床 他甚至植物人 他沒有選擇自己過人生的權利 他洗澡什麼 他也沒有做過人生的洗澡 有些人連講都沒辦法講 他也沒得選擇別人要他怎樣就怎樣 別人要剪他什麼頭髮都是我要問那些看護 他沒辦法選擇他要剪什麼頭髮 最近有些人跟客人講過是說血血 他擦裡面全身擦管 接尿帶 他都比你樂觀活著 你有什麼好抱怨這個世界對你不公平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以前剛才辦議檢的時候是 那時候是自己自告奮勇的 那時候Ken哥 我老大哥也是其中一個成員 那時候我找了七個法癮師 我們一起辦了在十幾年前 那 我覺得我們不分年資不分品牌 純粹就是為了 有點像是自殺突擊隊 或者是有點像是正義聯盟 哪裡需要救災 哪裡有需要我們就去 我們不扯政治 不扯宗教 純粹就是哪裡有需要我們 舉凡是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者 或是比較社會邊緣的 我們能做的我們就盡力做 我們沒有很多的錢可以捐給人家 但是我們可以身體力行 以我們所學的技術去回饋這個社會 這是我們的宗旨 了解 這個是我們的 呵呵呵 超幼稚 就是like this 那 做了幾 以前剛才做前幾場都會 眼淚掉到一個不行 後面就比較理性一點了 但是你會真的去 多做一些善事 幫助一些更 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你會獲得更多 自比受更有福嗎 福不福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shit 但是 你會有更深的體悟 他比你 情況更糟更差 但是他卻可以 比你樂觀活著 或是成為你那腰不可結的夢想 你有看過那種 沒手沒腳的人是游泳冠軍嗎 什麼 蝦子可以跳高冠軍 他連籃桿在哪裡都不知道 憑什麼 就是意志 那 我前一些時間我也有很多 很悲趣 很down的事情 那 又怎麼樣 就是人生低谷 我覺得 最低也就這樣子了啦 OK啦 對不對 就會好啦 就這樣 沒問題 對啦 感恩啦 你是要結尾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很久啊 現在如果做客運 我已經到 到桃園 台南吧 沒有沒有 台南太誇張了啦 對啦 不過就是今天還是蠻感謝建議哥啦 因為 那時候 就是邀請你 你也很阿沙利 我說OK啊 然後我說 沒有 其實我接受的時候我蠻後悔 為什麼 沒有騙你 靠北 嘿 是 OK OK 那今天就 不知道 讓我 我個人啊 是 真的是有點 重新認識你 嗯 因為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蠻害怕緊張的 你 一開始我還不認識你的時候 可是大家一直會有從同事啊 或從 俊哥口中 聽到建議建議說 建議很帥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怎樣 等等啊 然後 然後 普遍世人都有 然後說 喔 美髮呢 算是美髮界的網紅 然後第一次真的有 見到你 跟你面對的面 就覺得 我看這個很高 喔 全身刺青 恰到那 就說 到底要怎麼跟他 講話 其實我蠻討厭網紅這個字眼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這麼小 後來認識你的時候 對 覺得 你 不是我當初想像那樣的 啊 那當然就是很多時候我們 就是第一印象嘛 大家會自己 腦補嘛 建議一定是 高高在上 如果你不夠屌 我要怎麼跟他聊天 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說 是不是我沒有跟他穿的一樣 時尚或前衛 他好像 威修蘭尼 對對對 啊實際後來 這個舞節好深喔 認識的時候發現 其實 我們兩個就是 都算蠻低能的 其實 沒有 我還好 我比你高一點點 你比較低能 哈哈哈哈 就也蠻好笑啦 其實很好聊啦 嗯 對啊 常常 就是 也是真的 會聊到那個 東南西北這樣子 是 肯定要的吧 總之今天就很謝謝你 來 這個節目你幫我取的嘛 懶惰有約 我一開始沒想到 是你幫我取的 那以後我就沿用這個 為什麼叫懶惰啊 懶惰嗎 那就一定你沒聽我Pocker 所以你不知道 有啊 我前面幾集有聽啊 收音蠻爛的 哈哈哈哈 前面兩集有聽欸 前面幾集有約後 就改很多了 對 懶惰沒有 其實就是從懶惰轉過來的 你看 對不對 是是是 從懶惰轉過來的 因為我 以前都覺得 我其實是一個懶惰人 而且 opening的BGM 你也改 嗯 你看 感謝 有在支持 沒有我只聽前面而已 後面沒有 哈哈哈哈 沒有啊 就也是 呃 透過這樣告誡自己啦 嗯 就是說 我也是一個很有想法的 可是我都 一直以前是處於一種就是 大家講的 紙上談兵 什麼 紙上談兵 就光說不戀啦 啊 對 那後來 口開 對 然後半年前我就告訴自己說 不管這件事情有沒有成 我都要落地執行 至少我對我自己負責啦 我先不要管別人說做這個東西 會不會有收益 會不會有人看 會不會等等 但是我想要先對我自己負責 因為我也30歲了 啊整天跟人家講說 欸我覺得Podcast滿屌 我也可以錄 我也可以怎樣 可是就都只有講啦 一直停在那邊 然後包括這次錄影的事情 也是有一直跟人家講說 欸我覺得可以錄啊 好帥喔 對不對 那我其實想要先對自己負責 然後把自己說過的話 然後我去執行 然後後面再去想辦法說 怎麼把它越做越好 嗯 這樣子 一步一腳印這樣 穩扎穩打踩上去 我覺得蠻厲害 我覺得在原本愛意的生活 會選擇一個 也許是想做自己 或是有些聲音想說 然後選擇適合自己的 呃 媒體平台去發布 也許是紀錄 嗯 這些我覺得都是好的 包含你從以前新東洋 啊不 新德洋 新東洋賣漏鬆了 看來 欸 開始跳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一步 嗯 阿姆斯狀啊 我沒有從新德洋跳出來 我現在也來新德洋 喔 你現在也來新德洋 這只是我自己做的事情 那 改做 改賣漏鬆 人家以為我已經離開 沒有沒有 我還是在新德洋 我還是要靠 單位比較紅欸 蛤 沒有單位比較紅 我現在實力還沒起來 我是希望 有一天如果真的紅 公司反而會說 欸小蘭那個 可不可以透過你的節目 幫公司宣傳一下 這不可以 我就說 可以啊 彈一下 哇 這樣子欸 彈一下 嘿嘿嘿 OK啊 今天很謝謝建英哥 三八 那我們蘭多尤約 希望 下一集的來賓可以更嗆 更辣 Alright Cool See you guys Bye Peace up Peace up Peace up Bye Peace up